大家周末好呀 这里是那家的小花园 今年夏天我们这边特别特别的热 有很长一段时间 气温几乎都是在40度左右 然后基本上都是不下雨 所以今年夏天像我们这一带 很多花友呢月季都收盆了 特别像我们这种屋顶露台 40度的高温的话呢 露台的温度至少能够达到60度以上 但是很多花友也发现了 我这边的月季花呢 一直都是花开不断 而且基本上在夏天也能够达到一个爆棚的状态 然后呢很多花友说 我这边的花不像是夏花像是春花 甚至有花友质疑我这边 拿春花来给大家拍夏花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夏花 夏花的开瓶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些都是如假包换的 8月份的夏花 绝对不是拿春花冒名顶替的 那些质疑我这边是春花的花友 我就全当你们是表扬我了 那么也有很多花友呢会提出疑问 尤其是很多跟我一样是浙江的花友 因为我们今年夏天真的特别热啊 所以很多花友说 为什么我的花跟你的花开的完全不一样呢 你的花这么漂亮 我的花完全不能看呢 所以今天呢就来跟大家揭秘一下 为什么我这边的夏花开的还比较漂亮的几个原因 实际上这些原因都不是秘密啊 首先第一点呢 就是你要做好隔热和防晒的措施 这个之前的视频其实都是有跟大家讲过的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这边的月季 像这些又套盆又贴这个防晒膜 然后下面呢放上这个排水板 多重措施来进行根部的隔热 夏天月季为什么开不好 就是因为根系生长不好 所以它才开不好花量也不大 那我做的比如说像套盆 然后外面再贴这个隔热膜 然后底下再放排水板 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保护根系 其实外面的气温再热 我们月季的根系呢 还是能够保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个温度 不至于让根系被灼伤 这个就是夏花开的比较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二个呢之前也跟大家说过 我这边基本上所有开花的月季 我都是采取遮阴或者半遮阴的处理的 几乎这边所有的啊 都是能够晒到早上大概两三个小时到三四个小时的太阳 但是中午的太阳就完美的避过了 下午也晒不到 完全遮阴的感觉花开的不会太漂亮 但是这样半遮阴之后呢 花的颜色啊颜值基本上不受太大的影响 同时花瓣不会被晒焦 所以第一个呢月季开的好的原因 就是采取了根部隔热的措施 以及采取半遮阴的处理 如果你没有采取这两个措施 你想夏天的月季在四十度的高温下 能够开到这样的状态 那是不太可能的 那第二个我这边月季开的比较好的原因呢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应该适当的给肥的 当然这个前提是你这个月季生长状态 一切良好的情况下 根系完全没有受到高温的影响 没有休眠或者半休眠或者浇苗的状态 我这边几乎所有的月季啊 都是生长良好 没有出现任何半休眠或者休眠状态的 所以我给肥还是正常给 跟春天相比就稍微降低一下频率和浓度而已 我也听到有很多话有说 夏天活着就好了 我已经给它停肥了 如果你停肥的话 那么月季开到这种状态是不可能的 当然前提是你这个月季啊 根系良好 生长正常的情况下 我们也可以正常的给肥 像我这边的月季 其实我夏天是舍不得给它们停肥的 这几个月让它开花不好吗 而且它开花速度特别快 二十几天就能开茶花了 第三个呢 就是做好预防病虫害的工作 夏天如果月季遇到病虫害 威胁是比春天秋天更大的 因为温度高嘛 然后叶子掉了之后呢 就会严重影响到它的根系 所以病虫害还是要小心一些的 然后我这个夏天 基本上没给我的月季打过药 原因是因为太热了 天气太热了以后呢 很多病虫害也就消失了 包括像祭马这么热的夏天 它也不爱出来活动了 那红蜘蛛的话 每次浇完水 我都会给叶子喷一下 所以基本上也就没有发现任何红蜘蛛 所以这个夏天 我这边月季基本上没有生病 所以也就是它们能够开得好的一个 比较主要的原因 那最后一个呢 我这边夏天月季开得比较好的原因 那其实就是在于品种的选择 有一些不耐热的月季品种 其实你在夏天 哪怕是做好各种措施 它仍然会开得非常的丑 但是我现在已经淘汰了一大批 夏花不太好看的月季 留下的基本上都是夏花比较标准的 像这个应该是珊瑚果冻吧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比较耐热的一个月季品种 像这个 是纪念芭芭拉 它是全日照的 我没有给它遮影啊 非常漂亮 这个是隐影青 隐影先夏花不用我多说了吧 然后这个呢 是之前给大家介绍过的 安索菲比克 夏花很优秀 所以你选取这种耐热月季品种之后 你就不用太担心 它夏花不好看了 那过一段时间呢 我也会推出 这个夏天最耐热的月季排行榜 敬请大家期待 好的 以上这几点呢 就是我这边月季 能够在这个夏天 开得比较标准的几个原因了 所以说实际上 在夏天月季 更需要我们的呵护 你如果能够像我一样这样做到 你的月季也能开得跟我一样好 最后再强调一下啊 我这个确实不是春花 这是我八月份的夏花 好的 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